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定记录下来 让自己经常说 坚持下去 一定会发现自己内外都有改变 人生越来越顺风顺水 要牢记的二十句能量语录 一 能控制住对方发火的语言 对不起 二 筑起谦虚人格塔的语言 谢谢 三 让对方怂起肩膀的语言 做得好 四 能召唤和平的语言 我错了 五 能提高存在感的语言 你最棒 六 使对方愉快的语言 今天真帅 七 能带领更好结果的语言 你的想法如何 八 温馨安慰的语言 有没有要帮忙的 九 使对方的自信心爆棚的语言 怎么想出来的 十 使热情全勇的语言 年龄只不过是数字而已 十一 能带领百分之二百的能力的语言 相信你 十二 使人逐渐鼓起勇气的语言 你可以的 十三 比护身符更有用的语言 为你祈祷 十四 比忠告更有效果的语言 十五 每次不会一帆风顺 十五 不用钱买 却能引起好感的语言 跟你在一起的感觉真好 十六 争光子女虔诚的语言 真为你骄傲 十七 为重新开始鼓起勇气的语言 没关系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十八 对亲爱的人给予笨头的语言 你是我的唯一 十九 让对方感到与众不同的语言 果然你是不一样的 二十 能安脱对方疲倦心情的语言 这些天辛苦了 第一 恶语的魔力 骂人的声音就像魔音一样 听得最多的人伤得也最深 当口出恶言成为习惯后 这种语言就成了心甜的种子 早晚会给自己创造厄运的果实 当我们说一些不中听 不吉祥的话时 常会听到人们说 快闭上你的乌鸦嘴 因为当负能量的语言一出 冷漠狠毒的话就会伤到别人 让人心生寒意 尤其是愤怒和怨恨时所说的话 那些话都带有很强的能量 服从口入 或从口出 口吐恶言 如利刃一般刀刀割人心 最终伤人又伤己 第二 善言的力量 道门必修经典太上感应天里写道 顾及人与善 适善 行善 一日有三善 三年天必降之福 凶人与恶 适恶 行恶 一日有三恶 三年天必降之祸 胡不免而行之 善良正直的人 说善的 看善的 做善的 一天有三善 日积月累 三年上天就会降福给他 相反 凶恶阴险的人 他喜欢说善的 看善的 做善的 一天有这三恶 日积月累 三年上天必然就会降祸给他 与善就是和父母家人 亲戚朋友 社会人士 自然万物沟通过程中 只说正能量的话 不口出恶言 不低俗骂人 不挑拨离间 不传播低级的内容 我们一天少说 也要讲上几百句到几千句话 不知不觉的 就会影响到自己的情绪 心态和命运 所以 我们说任何话都要心存善意 比方说 如果有人触怒了你 你可以用困扰或遗憾的字眼 来取代气愤或愤怒 想想看 当你改用遗憾二字时 你还会火冒三丈吗 第三 你可以这样练习说话 言语是新的画像 我们应该多以正面肯定的言语 来思考和说话 当然 刚开始的时候 并不容易 长期的习惯很难一下就改变过来 但日积月累 就一定会有金钱都比不上的大收获 我建议你可以这么做 找一本小笔记本 写下一些美好的字眼 只要遇到机会 就把这些字眼用在交谈中 下面的字眼 你可以参考看看 好幸福充满欢乐 真快乐充满喜悦 很乐意令人愉快 真有趣顺心如意 好好向好运到来 我们可以从最细节的地方开始练习 最重要的一个字眼 好 最重要的两个字眼 很好 最重要的三个字眼 非常好 最重要的四个字眼 真是太好 最重要的五个字眼 真是好极了 第四 好字看似简单 但影响却相当深远 一个人的潜力是无限的 他只是缺乏一个好的肯定 人与人之间本无恶缘 只是缺少一个好去维系 你说的话就是你心灵的反应 内心丑陋的人 才会说冷漠狠毒的话伤人 让人心生寒意 内心慈悲的人 会说温言软语 语气谦卑 抚慰人 温暖人 让人心生美好 我们每个人都是魔法师 可以用言语伤人伤己 也可以用语言帮助别人 更重要的是 你所说的每句话 最后都会回到你自己身上 每句话就像一棵种子 在种子里面 你无法看到大树 但只要你剥下种子 并持续浇水灌溉 种子自然会把自己所需的东西 吸引到身边来 而成长茁壮 恶语伤人 良言暖心 说话是造业 要想增福气 先要学会积口德 好好说话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了 很感谢您的收看 希望你会点赞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一集的节目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